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人生路上,相信我们都会遇过不少问题。人生不可能一帆风讯,问题是你如何面对。 很多人怕黑、怕死、怕疾病、怕失去治外、健康、工作或财富。 但你知不知道,当我们遇到问题时,说不定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 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去克服我们的恐惧。 但你要记住,如果事与愿违时,你要相信上帝必定有他的安排。 有一位姐妹患了内风湿关节炎十多年。 内风湿关节炎是一种很难医的疾病,有人叫它不死的癌症。 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特效药可以医治。 疾病不单带给人身体的折磨和痛苦,还会令人意志薄弱,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创伤。 这位姐妹有时通刀真的想死了就算。 只要听到哪里有好的医生,哪些药物会有帮助的话, 无论多少钱也好,她一定会去试。 但直到现在,她仍然摆脱不了病痛的折磨。 她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她失去了正常人应该有的社交生活。 她的人生不单变得没有意义,还很绝望。 即使日夜讨告,但却没有任何好转。她觉得上帝不理她,抛弃了她。 有一天,当她很无助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间《旧约圣经》针研16章9节的经文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经文说,人心就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她的脚步。 就在那一撒那,她意识到自己一直只是求神医治,但却没有真正倚靠神,将主权交给神。 她立刻低头祷告,与神认罪。 上帝医治要感恩,上帝不医治也要感恩。 只要我们还是活着,就要借着信,充满平安和喜乐。 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主宰。 这位姊妹靠着神的恩典去过每一天,她学会了面对疾病和痛苦。 她重新回到教会,还不断鼓励有病的弟兄姊妹。 很多弟兄姊妹因为她的见证得到了安慰,可以勇敢地面对疾病和死亡。 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经文就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来, 祷告要行切。在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不是没有任何意义。 人生在世,所靠的并不是世俗的一切,而是上帝的旨意。 旧约圣经诗121篇5-7节,经文就说,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任备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人在苦难中无法掌控,心灵也无法得到安慰。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上帝,我们的生命就会由悲伤变成喜乐, 我们的心也会由缺乏变成满足。 只要我们在逆境中仍然转向神,我们就会因着神的恩典,在救恩之乐。 藉着得救的智慧,我们可以胜过疾病和死亡。 但生命不在乎它有多长,而是在乎它有没有价值和意义。 等候上帝话语应许的过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当中我们会遇到环境的改变,信心的冲击。 这些都是挑战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和我们愿意放手的程度。 当我们愈快放手,上帝就接受得愈快。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遇见苦难,基督徒也不例外。 不一样的,是在每一个难处,每一个生命的风暴里面, 基督徒会体会上帝奇妙的带领。 当我们信靠上帝,心里面就会有平安。 我们内心深处,就会有上帝应许必成就的喜乐。 在旧约圣经诗37篇5节,圣经经文教导我们说,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基督徒很多时对神只懂得交托,但没有倚靠。 因为交托容易,不用等,但倚靠就需要仰望加上信心。 基督徒必须学会交托给主,放心信靠主,相信他必定会成全才行。 信心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要亲眼见到才信。 交托是信仰生活的实践,是信心的行为表现。 而我们所信靠的是自有永有,全知全能的真神, 是爱我们到底的救主耶稣基督。 所以基督徒都应该以完全的信心, 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一切,交托等主安排, 信从他的带领,各信心的生活。 我们若不认识神的恩典, 在生命中就会有很多挣扎和挫折。 有一个人他担着两楼很重的谷, 一位货车司机经过见到他这么辛苦, 就好心送他一程。 抵达了之后,问他是不是已经休息了。 谁知道他摇头说不是,原来他坐在后面 都是一直担着那两楼,没有放下过。 所谓交托就是不要自己死撑,要懂得放下。 人生信景时会信心百倍,刚强, 但逆境来到时就会变得灰心软弱。 即使是基督徒,平日灵修就算说得多好也好, 但当真正风暴来临时也会有不同的软弱和恐惧。 其实,当风浪翻滚而来的时候, 正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最好时机。 我们来到基督面前, 祈求主要说我们的罪, 开始基督徒生活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所尋求的不是靠信心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 一个信主的人仍然会遇到软弱, 但上帝的恩典救我们用。 遵守神的法道,听从神的话, 是新旧约传说重要的真理。 由旧约到新约, 因为听从神的话语而蒙福的人有很多。 有些人因为患了重病, 为了求医治,所以信主。 有些人在心灵上有重担, 为了得安息,就来听福音。 也有人感受到人间万事虚空, 为了充实生命,于是查考真理。 而有些人就觉得人生在世, 必须寻求正确的宗教信仰, 就来研读圣经。 很多人等到长大了才明白, 父母带他们去教会, 让他们至少学习圣经话语是明智的选择。 神自己就是我们追求的标杆。 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 满足和平安。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神总是将祂的同在伺给祂所挑选的人。 所以他们就能安心面对不利的处境, 靠着神的同在面对困难。 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3章5节, 就强调说, 神承诺祂永远不会撇弃我们。 《新约圣经》《雅各书》1章2节, 经文又对我们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神藉着苦难, 令我们学会忍耐, 藉着磨练和考验, 我们知道要全心倚靠祂。 我们经常抱怨环境, 但如果环境将我们推向神, 这些是祝福来的。 19世纪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说, 只有那些懂得控制他们的缺点, 不会让那些缺点控制自己的人才是强者。 我们很容易会过着任性的生活, 我行我素, 被自己的缺点控制而不自知, 为了令我们超越自我, 生命可以成长。 神容许我们受苦。 美国知名的牧者陶树牧师说, 基督徒伟大的理想, 不是以完美的方式来生活, 而是藉着心意的更新变化, 逐渐被改变, 能效法基督的样式。 当神容许我们进入到人生的峡谷, 我们就要甘心信服, 让上帝通过环境来换醒我们内在的力量。 我们都不喜欢苦难, 都不喜欢人生的峡谷, 但压运会使我们学会人生宝贵的功课。 任何时间, 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软弱就会变得刚强。 我们要坚定信心, 跟随耶稣基督去操练我们生命的品格。 圣经说, 凡神得着的, 他定必保守。 猜 망 换起来, 我进身, 我端然, 来归来。 You are Messia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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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